再把它组装起来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质检元大鹏老师 本期视频我们来看一下SRC系列 假面棋的W 棋风王牌 SRC这个系列在假面棋周边里是比较特别的一个 其魔改或者是夸当的风格可以说是独树一致 让入坑不久的我备受震惊 打开包装 里面还有一层白色的外套 取出来 两层稀疏内核 第一层是主体 第二层的配件 那比较遗憾的是 套中里戴的杂志没有了 杂志里的基本内容是介绍当初的SRC 而配件这里呢 也是少了一个头上的天线 不过可以用分离的天线代替 对于把玩来说呢 影响不大 主体方面呢 是十年前的SRC素体 过关方面传承了W系列的一贯风格 一个金属绿亮亮的 一个哑光黑暗暗的 极风这边的金属绿非常的亮 并且在身上各处都有阴影和描线涂装 这种刻画与身体肌肉轮廓相协调 表达出一种浓浓的生物风 另外身上的画纹各处都能体验出风的元素 比原色的造型夸张了很多 不过SRC两面不对称这个问题 在它们身上依然存在 这只能看个人能否接受了 而王牌这边通体消光黑 相比于极风在关节和细节处的阴影处理 在王牌这边则是反过来 在细节和轮廓处都有这种灰色加亮光涂装 在灯光照射下会比较明显 增强了主体的层次感 而且两者的金边和紫边都是金属色的涂装 所以整体轮廓上又有很强的协调感 记忆体是透明的 和其他几个版本对比一下 除了可以插入腰带 还可以插入侧边的必杀槽 布光造型深得人心 而且还因为独特的玩法得到部分玩家的青睐 比如说SRC的法爷 在原本火龙法爷基础上结合上龙的配件 就可以变成火龙形态 SRC的开武在还原武将风格上下足了笔墨 所以能够还原武将的铠甲支架 非常的霓虹 来吧兄弟们 这两块你更想看哪一个呢 想看法爷的发个1 想看开武的发个2 点赞过万立刻安排 让我来看一下先安排谁 来看一下可动 头部和脖子都是球关 这块的可动性还可以 手臂根部这里外套了一层软胶零件 降低穿帮的同时也增强了手臂的造型 看起来很有肌肉感 宽大的肩甲并没有影响它的可动 肘部的弯曲和转动都有不错的幅度 手腕除了转动 也能各个角度翻折 胸部和腰部的可动 对于长摆的动作来说都够用 大腿前踢 写着后踢也不错 值得一提的是 跨部这里用的是软胶零件 所以对腿部的可动干扰比较小 不过就算如此 这里阴阵的球形关节设计 也导致大腿这里侧踩的角度不是很大 这里转动 膝关节弯曲 脚挡接地也是可以的 脚尖翻折 脊胸背部的围巾还可以翻折 转动 为了配合动作 也是附带了很多的手型 那么作为脊胸后弯牌 自然也是可以合体变身 那这个过程呢 可以用惨无人闹来形容 首先把它们大卸八块 在拆分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身体大部分理念偏软 这使得身体的容忍性很好 不容易损坏 再把它组装起来 网牌就出来了 剩下的这些配件呢 也不会浪费 还能再组装一个镜像的 网牌疾风 厉害了 真的会玩啊 不过有些结合的位置 时间一长 是真的会松 建议可以塞点指 总的来说 这个玩法确实让这款玩具 锦上添花 如果大家喜欢这系列的话 多点赞 以后我多安排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致敬元大鹏老师 好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